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一名高级顾问 3月21日告诉福克斯新闻 特朗普在1月6日国会大厦预袭后 被暂停使用推特、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网站 他计划在两到三个月内推出自己的平台 特朗普2020年竞选活动的发言人贾森·米勒表示 特朗普将以自己的新平台重新进入社交媒体领域 这将完全重新定义游戏 米勒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特朗普集团的官员也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推特上周表示 他将寻求公众对核实如何禁止世界领导人的意见 并且表示他将正在重新评估政策 考虑是否应该让这些领导人和其他用户遵守同样的规则 在特朗普因为煽动暴力而被禁止使用之后 推特、脸书和其他一些网站 因为处理政客和政府官员账户的方式而受到了审查 今年1月 脸书无限期暂停了对特朗普的禁令 并要求其独立监督委员会决定该禁令是否应该生效